國民黨2016的總統提名程序 好像終於有了最新進度 今天國民黨主席朱麗倫表示 下星期三 中常會就會通過初選機制等相關辦法 不過朱麗倫真的不選嗎 再度被媒體問到這個敏感問題 朱麗倫就說他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不用再重複 兒童節朱麗倫化身朱爸爸 到小朋友們擺設的攤位一起同樂 看到天真的小朋友朱麗倫好心情 懸蕩已久的國民黨總統提名程序終於鬆口 下個禮拜三就會公布相關 就會通過相關的規範 規定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機制來找 怎麼看紅皮院長這個探選的 其實我也說過了 每一位都歡迎 只要有欣慰國家來奉獻的 我們都歡迎 現在好像很多市長在市政會議說 不會探選投票 是確定的嗎 真的不會選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不需要再重複 似乎被問到有些不耐煩了 但外界拱朱身浪高 難道真的不選嗎 面對黨內小辣椒已經第一個 跳出來表態朱麗倫只說歡迎 但不管如何 下週三中常會就會通過相關辦法 也算是有了刑警度 有電TV 林偉旭 朱祁瑜 新北市報導